大家好,欢迎来到国风剧场 6月16日,浪杰斯公布了第三次公演舞台人气排名结果 和小编事先所料想的一样,网络又是一片之一生 没有想到的是,这一次的排名居然可以这么离谱 整个人气排名较前两次公演舞台全面洗牌 排名前十的姐姐分别是美伊丽雅、阿拉、吴靖山、安巴尔、刘希君、谢娜、朱朱、宫琳娜、芝福 甲敬文 美伊丽雅参加浪杰斯后人气大爆发 整个二次元也跟注入局 网络人气投票断层第一,芒果也彻底藏不住了 美伊丽雅三次公演舞台的表现有目共睹 三公在归途有风中的发挥让人印象深刻 拿下人气第一时至名归 阿拉、安巴尔、谢娜三位队长一直都是节目的话题和人气担当 虽然排名整体有升有降 但总体人气已经趋于稳定 他们都是最终C位和X、Leader的争夺者 后续人气排名不会有大的浮动 公里娜和曲莹两位年龄比较大的姐姐排名都有了提升 他们真正在享受舞台 也传达出30家女性应有的处事态度 观众看在眼里 人气不断攀升也在情理之中 反倒是一直被误认为是大姐大的孙悦 在节目中逐渐失去光环 人气排名也不断下滑 截至目前 浪姐4已经公布了三次公演人气排名 综合来看 几家欢喜几家仇 三次排名透露出很大的信息量 被贴上皇族标签的姐姐 结果一路都是替别人挨梦 而真正的皇族开始浮出水面 总观三次人气排名 除了安老、安巴尔、谢娜三位队长外 人气排名最稳定的居然是卢靖山 一公人气排名第六 二公人气排名也是第六 三公人气排名直接来到第三名 看到这样的人气排名结果 很多网友都觉得不可思议 芒果如此厚待卢靖山 确实让人看不懂 争议和质疑的声音也随之而来 大家不禁要问 卢靖山的喜爱度到底是谁投出来的 33位参赛的姐姐 要论国民度 卢靖山远不及谢娜 艾朗、蔡少芬、贾靖文等人 问舞台实力 又不如刘希君、龚琳娜、芝福、黄丽琳等人 文化提度 打不过美伊丽娅、刘倩、邱慈穴、徐怀宇等人 卢靖山每一次的人气排名都稳固靠前 究竟靠的是什么 再看看排在前十名的姐姐 卢靖山确实很难扶重 从三次公演的表现来看 卢靖山在演员里确实实力比较突出 但是对比专业歌手差距还是很明显 三宫舞台全程都是站桩唱歌 而且还是带病上阵 如此状态和发挥 还是稳稳拿下第三名 也难怪网友质疑这样的结果 不过仔细分析一下 卢靖山有这样的成绩也在意料之中 卢靖山的老公是韩庚 韩庚是乐华的股东 而乐华和浪姐节目有助千丝万缕的联系 卢靖山也是浪姐四金主的代言人 拿到了节目中的第一个中差 出舞台直接突围成功 卢靖山在节目中也一直被镜头重点照顾 全程都有队友的鼎力相助 刘希君和美伊丽雅也成了她的最强辅助 连高位热搜都全部安排上了 如此高的配置和待遇 想要不成团都难 可惜的是 卢靖山在三宫人气排名过于抢眼 一下子就暴露在网友的视线当中 挨骂是必不可少的了 后续节目组如何安排卢靖山故视线 值得重点关注 浪姐四亿公舞台播出后 龙泉拿下小组第一而喜提热搜 这一组的成员也都被贴上皇族的标签 谢娜 黄丽玲 岑可妮 刘亚瑟 无忧等人也成了网友重点关注对象 三次节目下来 原来龙泉这一组的姐姐都成了工具人 人气排名一个比一个惨 真正的大播靠黄丽玲人气排名直接降到了第13名 李黎称旁位越来越远 无忧三宫直接被淘汰 刘亚瑟更是成了背景板 最让人心疼的是岑可妮 因为无效镜头多而反复被嘲笑 公演舞台一直话题高 人气高 但是喜爱度排名从来没有进前时 三宫更是掉到了第14 熟悉选秀节目的观众应该清楚 但凡是节目组力宝的皇族 都不会拿到这样的排名 岑可妮不过是个工具人罢了 观众骂错了人 最后能否成堂都是个位置数 同样被观众错骂的还有工具人陈亦涵 从前三次公演排名公布环节来看 最扎心的是演员陈亦涵 每一次都被落在危险边缘 被节目组反复拉上台 每一次都幸运过关 给人的错觉是实力不足 侥幸过关 淘汰了不少姐姐 陈亦涵第一次公演人气排名第28 通过小考淘汰了排名第29名的许静运 因此也遭到了无数网友的恶评 明明这一次小考可以不出现的 但郭从天降 陈亦涵躲都没能躲过去 三次公布结果 陈亦涵都逃脱不了被薅羊毛的命运 也逃不过被骂的结局 看他在舞台上尴尬局促的样子 确实让人心生怜悯 乘风之旅确实充满了荆棘 对于浪姐四人气排名 你们有什么要说的吗 你们觉得离谱吗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点赞留言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